真是過去的所有東西都是蟹貨 當然難得這一層 說真的 由2,700米升到現在 接近2500米 其實是兩千多點的反彈幅度 理論上蟹德那些應該都是科技的東西 很多不同的主要板塊 這樣掉得多一點 所以這兩千多點的反彈幅 應該都有他們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蟹德比較多 其實真的只是考慮減少一些磅才好一點 因為始終我想過去這一層反彈 都是一來炒住 就是內地稍微鬆一點的流動性 或者是迫害政策的取向 但是譬如剛才提到 可能好像新經濟股為例 那是不是等於沒有了監管呢 其實這個真的都是答不實的 就是它可以這邊雙放水 但是那邊有監管你也可以的 所以難得有得彈高一點 如果真的蟹了那些 其實怎樣說都減下一點會好一點 就是我想跌的時候又已經沒有做了 那沒理由膽子上來都不做了 我覺得減少一些是OK的 變相就令到自己沒有拿那麼辛苦 還有反過來你套出來的那些錢 你都可以起碼看有沒有機會 找其他東西再買一下 那我一直都這樣鎖住 一直以來升又沒有你的份 就是繼續鎖住在那裡不動 所以我想蟹的那些真的減少是OK的 大方案會是這樣 但是當然了 如果你說一直以來已經很擅長 沒有鞋子上去的 反而是過去這一層 連初低位罵我一些 那就更加厲害了 的確我想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吃絕些糊 真的下了袋子的錢才是自己的 所以真的起碼減絕一點 吃了一點 過了一點肥年 我覺得會好一點 但是當然可以剩下貨底的 始終我覺得整個廣告 剛才說的就是大方案 不主話 真的非常悲觀著了 今年我想都偏向樂觀一點 只要適當地吃下一些的會可以 我想大人的策略會是這樣 當然再細下去看 都可以看看你是哪個盆牌 剛才提到 我想那些科技人士 我覺得大人高的計程數 可能都是考慮減一些 我覺得今年 現在是年初的時候都說過的 科技股沒有去年禁備官 因為去年真的殺估值 那時候就很誇張 年初有太高的估值 但是殺到這些位置 其實每一隻都便宜了很多 我覺得只是今年來的 可以稍微樂觀一點 就是駁回一個股值的收復 有反彈上升 但不是大升格局那一種 所以我想這刻我也是維持這個看法 所以如果你說拿著這些 其實就可能是要考慮 可能減一下走一下 靈活一點會好一點